我叫后面比较轻轻 好 我叫我伊哈克 伊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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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 很好吃 小安 这些小安介绍我给你们 我的名字叫萨娜 萨萨的萨安娜的那 你们叫我沙拉也行 好吃的沙拉也可以 萨娜也行 沙拉都OK 沙漠的沙都OK 欢迎你们 应该是第一次来埃及吧 对 有没有第二次来的 没有 没有 想被这次来的 OK 想被这次来的 OK 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吗 我们这里坐前面的帅哥 是我们这里当地行车的助理 助理名字叫伊哈克 伊哈克 当地叫他爸爸 你可以叫他一号先生 对很好听 伊哈克就是一号先生 都可以哈哈先生也行 那助理是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帮我们订餐厅 订车子 订导游 帮我们买一买票 什么买水 那一方面的问题 都是叫伊哈克先生 帮我们处理的 那导游就是介绍这里 各方面的 实际上导游 介绍国内的状况 只有百分之二十 其他的百分之八十 都是靠你们问的问题 所以呢 这几间内 欢迎哪一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你们来问 那你们都是外国人 是老外 来埃及 有权力 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有权力 不回答一些问题 OK 传埃及 讲国语 讲中文的导游 不到两百个 所以呢 有的时候过年 就没办法 安排讲中文导游 那怎么办 安排讲中文导游 可能对所翻译 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你们这几间内觉得 撒纳女言不怎么样 还是态度不怎么样 要换个导游 换不了 还是我 哈哈哈哈 第一天讲清楚后面 我们就不会有问题哦 谢谢你们 开文献 开文献 埃及的首都就是开罗 埃及这个国家 我们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母语是阿拉伯语 人口有八千万人 八千万人的 百分之八十七 辛苦一觉 百分之八十七 你先回家 其他的是新基地图吧 那介绍到国家的状况之前呢 先讲 我们现在直接跑到西萨 三座金字塔附近那边的 一家旅馆 用早餐 用完早餐 我们直接去游览 今天先安排去游览金字塔 我们这里上下班时间 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每天早上八点钟 八点钟上班 下午三点钟就下班了 下班就不再上班了 直接回家 那礼拜五礼拜六 这两天我们就放假 礼拜天我们就上班 礼拜天上班 礼拜天我们上班 礼拜天上班 等等 埃及最近发革命的状况 你们叫它 蓮花革命 对不对 去年的月二五号 摩尼花是在布尼西亚 布尼西亚里面 埃及的国化就叫蓮花 所以我们叫它蓮花革命 所以跟以色列有四次战争 对不对 最后一次 1943年 我们打败过以色列 为什么 1948年 1956年 1967年 以色列群立过埃及的西内半岛 群立过埃及的西内半岛 1973年西内半岛回溯了埃及 回溯了埃及 百分之百就 回溯了埃及的是今年 4月的25号 对 战争是10月6号 10月6号 这就是跟以色列的一次战争 最后一次战争 后来通过谈判 那全部的西内半岛回溯了埃及的那一天 那就是4月25号 所以呢 算一种节日 全国家就放假 埃及的货 埃及的钱 就是A棒 埃及的I 英棒 现在的回率是跟美元 一块美元等于6.2 6.4 A棒 我们非常非常讨厌美国 可是我们特别喜欢美元 这OK 无所谓 而且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埃及 埃及的台语是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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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其手间 一般收1-3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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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国内的状况 埃及的人 有8千万人的分分 87 先回教 什么是回教 知道那个 是伊斯兰教 这种宗教的名字就是伊斯兰教 新建中宗教的人 名字叫穆斯林 你们书上会看到穆斯林 什么是穆斯林 什么是穆斯林 翻译成中文就是变为穆斯林 就很简单 所以一讲到 到一路讲到 穆斯林的意思是 新义十二标的人 好